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归还是需要些适宜的动作配合 才能实现传宗接待的大业 伴随着大花轿的BGM 海大人关上了房门 准备研究一下造人的工作 可惜天空不作美 上头的命令到了 在这之前 其实有一段小差距 两件事 第一件是小金灵鬼田有路来送礼 其实这件事跟推进剧情 倒没什么大关系 但是在这之前 有王老头这个反变教材在 所以简单的聊几句 对比一下 看看田有路的这次送礼 比王老头要强多少 这些细节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也有可能会用到 话不多说 咱们先来看剧情 田县城 你这是干什么 汤尊 这不是给你的 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这是给李太医送来的 汤尊放心 知道汤尊家里尊封的是回教 这里只是一条鱼 一盘牛肉和一壶米酒 让你费心了 哎呀 李太医在我家里吃饭 自然该我请客 在我的风露里透出吧 这里要注意的是田有路送礼的时机和说话的方式 我猜测啊 田有路是知道了王老头送礼碰一鼻子回的事情了 所以在谈话开始 他就把海瑞拒绝的话给封死了 先强调的东西是送给谁的 不是给你的 是给李时珍的 也不是山珍海味 就是点普通的食材 同时又是吃饭点 海瑞请李时珍来家里的原因 田有路是知道的 帮海瑞母亲看病 麻烦完别人 再愣的人也知道 请人家在家里吃顿饭一表感谢吧 但是海瑞的经济条件 是个人都知道不好 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 请人家吃糯米粑粑 也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 这时候送来比糯米粑粑等级高 比山珍海味等级低的东西 是最合适的 这样做 降低了海瑞拒绝的可能性 会把反感度控制在比较低的等级 不过 他算丢了一件事 海瑞毕竟是海瑞 东西收了 但是要求在自己的缝路里 把钱扣出去 你清廉我们都知道 可李太医是县里请来的 饭食理应衙门开销嘛 可李太医今天是在给我的家人看病 这顿饭在我缝路里扣除 要记住 田有路为什么没推辞呢 因为他清楚 推辞没什么用 反倒会适得其反 事情已经替海瑞考虑到 并且做了 东西也已经收了 那么他此行来的目的 基本就达到了 海瑞这种领导 我觉得更看重的是办事能力 你事情办的好 要比送他什么都有用 看人下菜碟这句话吧 说起来容易 其实实操起来难度很大 这需要很深的阅人能力 且要把针对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一个个体来看 说的粗俗点 就是一个猴一个拴法 可以举一反三 不过要在合并同列项的同时找不同 找得越快 你优势就会越大 所以田有路得到了海瑞的反馈 哎 田先生 我走了这几天忘记问你了 令尊接回来了 几天前就接回来了 你媳妇对公公还好吗 慢慢开刀 交流的本质在于有来有回 至少在现阶段 海瑞对田有路的做事能力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送过来的东西要求在自己风炉里扣 但是他心里清楚 篮子里的东西肯定比糯米爸爸拿得出手 自己想做又不太擅长做的事情被下属做了 而且安排的很好 那心情上肯定不会差 所以海瑞破天荒的借了点人气 与田有路感同身受的交流了一下做儿子的经验 而站在田有路的角度来说 海瑞释放的这个信号 可能就是他最想要的 好了 第一件事说完了 咱们再来看看这第二件事 从第二件事可以看出 田有路的这次送礼并不是单纯的来送礼的 他告诉海瑞省里派人来催丝了 这种事 自己这个二老爷做不了主 还得听海瑞的 海瑞知道浙江要掀起大案了 命令传达也就这几天的事 虽然不用再鸟还是兄弟了 不过面子上的工作还是要做一做的 随后见了舒丽 交涉的内容也很简单 舒丽让海瑞交生思 海瑞吹着明白装糊涂 就一句话啥也没有 舒丽手里有省理的文件 所以说话很有底气 一看海瑞这态度也懒得废话 命令一放走人了 海瑞看着舒丽离开的背影 给田有路下了命令 把事情压下去 再拖个几天 这张命令就变成废纸了 本期节目前菜上的差不多了 咱们该来上主菜了 此时的郑和二人 正在玩命的忽悠徽商 他俩还不知道 自己的催命符已经在路上了 心想着只要把钱凑足了 支援前线抗窝的同时 把改道为丧的任务推行好 自己就能保住命 很明显他们想简单了 带着徽商参观文作访 就要谈正事了 郑大人还是老套路 请杨金水做主位 方便自己甩锅 杨金水戏谑的看着郑闭商表演 索性没推辞 因为他知道 面前的这位命不久矣了 锅也肯定甩不出去 既然这样就没必要推辞了 以免打草惊蛇 喝着沈一时第三集 送给他们的名前龙井 寒沙摄影的怼了郑闭商几句 老和带着徽商就进了门 落座之后 直奔主题谈合作 而与此同时 赵真吉与四个锦衣卫 已经带着处理郑和二人的圣旨 到了制造局 吩咐小太监去找杨金水 好了 谈判开始 这里 咱们先简单的整理一下 参加这次谈判 各方要达到的目的 以便了解他们谈话的内容 先说作为甲方的郑闭商和帽材 他俩的目的有二 第一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把省一时的家产 全卖掉折线 支援前线抗窝 同时完成改造为丧的任务保命 第二 把制造局和胡宗县都拉下水 杨金水是宫里的发言人 这些灰伤跟胡宗县又都有点关系 要么远亲 要么同乡 牵扯上所有人 做到打断了骨头 连着筋 而作为乙方的灰伤呢 目的很简单 利益最大化 这没什么可说的 而杨金水 目的就耐人寻味了 至于怎么个耐人寻味 咱们一会儿再说 最先发言的是河茂财 要问他这么大一份家党 我为什么分给你们 两条 一是 你们几位都是有信誉 有家底的人 能够把这25座脂肪 好好接过来 为制造局把这个差事当下去 二是 你们都是 胡不堂的乡亲 肥水也得留自家田啊 和胖子说的这两点 第一点是废话 没什么可说的 这第二点才是关键 你们上头有人 这么说的好处 是能让灰伤们放心 从而放松警惕 增加后面自己说话的信服度 果然 听到这里 灰伤们松了口气 随后 和胖子犯了 本次谈判的第一个错误 等接过了作坊以后 沈一石在宫里 在官府 能得到的东西 你们也都能得到 好了 就听你们一句话 个人愿意接多少作坊 说定了 我们今天就签字画押 要知道 坐在他面前的 并不是平头老百姓 而是商人 他们从你叙事的态度 就能判断出很多东西 你越心急 他们就会越小心 从进门开始 和胖子就在叫着 今天要签约 现在又重复自己的目的 这个行为 就会在灰伤的潜意识里 形成疑问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这个疑问只要产生了 就会淡化你后面 吹出来的牛逼 因为可信度降低了 随后又画了个大饼 承诺给灰伤 沈一石之前一切的待遇 这个牛逼吹的大不大 咱先放一边不讲 单从他拿沈一石 给灰伤举例子 这件事就特别二 沈一石的结局 在座的都知道 灰伤们听完 和胖子的话都懵了 虽然沈老板生前待遇是不错 但是结局是有点凄凉啊 你让我们享受他的一切 咋的 来你这做个买卖 还要把命扔着吗 这个不合时宜的例子一举 极大的增加了灰伤们的反感度 所以灰伤们表情是略显尴尬的 就连羊金水都给出了一个 傻到救不了的表情 随后 灰伤们问出了一个核心问题 这些财产能不能变成我们的 灰伤们不傻 他们很清楚这个问题 面前这俩货说了不算 总归要公理点头才算数 而细节讲理的工作 很明显不适合和胖子干 所以郑弥昌接过了话 把球踢给了羊金水 郑弥昌 您老是不是说几句 也好让他们放心啊 好 那我就说几句 沈医时的这些作法 不是制造局的 这些年来 他的确是在替宫里当差 现在他犯了别的官司 才被抄没了家产 但官府怎么处置 制造局认可就是 杨金水的话说得非常技术 首先表明了沈医时的身份 不是制造局的人 只是给制造局当差 所以产业跟制造局没关系 划清了界限 最妙的是后面的话 把处置权踢回郑弥昌的同时 模棱两可的说了句 制造局认可就是 认可的是什么 他可没说清楚 是认可处置沈医时的这件事 还是认可处置他的产业 还是认可你们之间的交易 这个开放性的答案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听到认可两个字 对于假以双方来说 就足够了 所以何胖子脸上 马上充满了笑意 产业归属的问题 暂时解决了 随后辉商问了第二个问题 谁是之前不交税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郑弥昌也是老油子了 慢调思理的解释了一通 大体意思就是告诉他们 税可以不交 但是得上贡 事于具体操作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但是肯定比正常上税合适 何胖子嫌郑弥昌太默契 又一次强调了签约的事情 这时小太监来找杨金水了 耳语之后 杨金水明白了 办正和二人的旨意到了 随即编了个理由就要走 这让郑弥昌感觉非常不安 因为他明白 能让徽商谈判下去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制造局的人得在 得认可 不然根本忽悠不住 所以拉住了杨金水 说制造局的账 一时半会儿算不清楚 其实就是在暗示杨金水 咱俩是一条船上的 发了大家都要遭殃 杨金水满脸笑意 说能回来就回来 老郑不知道的是 杨金水这时早就上岸了 谈判还得继续 何梦才叫来了 沈一时原来的管家 给徽商报了个账 一是能分到沈老板 六万五千亩桑田之五分之一 便是一万三千亩 那都是上好的良田 按市价 每亩能卖到市价五十弹 折合现银五十两 便是六十五万两 可抵上好丝绸六万五千匹 一万三千匹 加上这六万五千匹 便有了七万八千匹 此外 沈老板在杭州 苏州 南京 扬州 共有绸缎庄一百零七家 那都是繁华闹市上等铺面 每一个铺面按平价折卖 也能卖到五千两银子 二十家铺面 便能折合上等丝绸一万匹 七万八千匹 加上这一万匹便是八万八千匹 还有 沈老板这一次借给春安建得的 一百传粮食 每传一万八千丹 共计一百八十万丹 每买五座作坊 就能收粮债三十六万弹 可知上好丝绸三万六千匹 这些都是硬账 算下来 哪位老板买五座作坊 今年除了上缴公里十万匹 还可以净赚丝绸两万四千匹 行了 没你的事了 如图所示 这个管家报的账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张报表很奇怪 奇怪的点在于没有原材料的支出 支撕的原材料总不会在路边就能捡到吧 第二 表里关于借出去粮食的那项简直就是在扯淡 借给受灾线的粮食 猴年马月能等到还呢 灰伤也不是傻子 一听就明白二位大人在套路自己 马上提出了疑问 随即给出了自己算的账 你套路我 我反套路你一下 可还有一项 便是 支十万匹丝绸 所需的生丝 按市价 怎么也要二十万两银子 算上刚才那些账 我们每五座作坊 今年 还得亏损 十七万六千两银子 折合丝绸 便是一万七千六百匹 这账目明显就是在欺负正合二人数学学的不好 来看图 首先 管家当时爆出的是净得丝绸2.4万匹 但是灰伤算的亏损 是直接用这2.4万匹丝绸 减到二十万两银子 得到的数字才是十七点六万 我小学老师就教过我 不同单位的东西是不能放在一起做加减法的 其次 十万匹丝绸的支出已经算过了 所以支出只应该算作坊继续生产而产生收入的1.3万匹生丝 剩下的8.7万匹已经包含在了支出里了 是不应该算在十万匹丝绸的生丝里的 所以正确的数字应该是这样的 还别说 正位商还真被忽悠了 顺着灰伤算的账就给了解释 称今年你们可能亏点 但是明年能给你们补回来 怎么补呢 听听正大人算的账 只要谁接手了沈一时的作坊 谁今后就是制造局的公产 也就是我们浙江官府的官产 凡这次接手五座作坊者 你们原来的作坊还可以并过来五座 十座作坊 从今年起不但一律免交付税 往后每年产丝绸 所需的生丝一律一关价 也就是市价的一半由官府代为收购 免税一下 半价收购生丝一下 你们今年的损失只是八万八千两 如果加上并过来的五座作坊 那你们的损失也就只有四万四千两 我是彻底被正大人的算数能力击败了 按灰伤的算法 收购生丝花费十万 利润二点四万 亏的只是十减二点四 也就是七点六万 郑大人的这个八点八万 我摆到手指头算了半天 也没算明白 咱姑且算郑大人的账没问题 并过来的五座作坊 税收四点四万 账应该是这样的 回商一看 我擦 这么容易就让了五个作坊 这事还有得谈呢 随后用了我妈逛街买东西的大招 欲擒故纵 不买了 我再瞅瞅 我再想想 一听这话 和胖子的火就压不住了 郑必昌想了想 又退了一步 要是每人每年 十座作坊 你们只需向公里上缴八万匹丝绸呢 可以说郑必昌如果不当官 去当商人 我估计他裤衫都得赔没了 他这个算法 挥商的利润直接奔着翻倍去了 殊不知啊 这个时候给出的优惠政策越多越好 挥商们心里就越没底 问郑必昌这个算法制造局认不认 都到这个份上了 郑必昌也没有退路 索性就一条路走到黑 继续忽悠 虽然优惠政策充满了吸引力 但挥商们还是不放心 不想牵他这么草率 忍了半天的和胖子 终于爆发了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我们一个巡抚一个不正使 撂下这么大一个浙江的事情 不管 陪着你们一笔一笔的算账 你们倒好 拿起糖来 要不是看在湖补堂和你们有相宜 我早就派两个书办 跟你们把月给签了 签 现在就签 来人 就这次谈判事件而言 双方都是失败的 郑和二人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和技巧 拿下这些投机的挥商 但是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 选择了简单粗暴的方式 败了人品 虽然现在人品对于他俩来说 已经没啥用了 而挥商本来有着自己的产业 非要来浙江滚浑水 最终被套牢 诠释了什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这里 我简单的总结了三点 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第一呢 学会合理的利用人际关系 不难发现 挥商能被郑和二人看中 利用 最重要的原因 是他们跟胡宗宪的关系 我想挥商心里也应该清楚 有这层因素在 毕竟浙江也是富裕之地 不缺有钱人 既然借了胡宗宪的关系 你来浙江做生意 是不是要跟关系人通个气呢 一生不值得来到浙江 生意无论做的好不好 都会给关系人带来麻烦 这个行为很操蛋 所以最后被套牢 根本不值得通情 第二 不要过早的暴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这次谈判的甲乙双方 从身份上来看 甲方正和二人是有绝对优势的 那么从谈判上就要压住节奏 什么该说 什么不能说 什么节点该说什么 该怎么说 心里是一定要有个谱的 这次谈判 无论郑必昌的一味退让 还是和胖子三次不合时宜的提签字 都让原本应该占主动位置的自己显得被动 条件开得越好 表现得越心急 就越像在给对方挖坑 这事的靠谱程度也就越低 如果没有官府的身份 这场谈判肯定谈稀碎 第三 与虎谋皮之前 先看看自己的骨头够不够硬 天上不会掉馅饼 这话从小咱们就应该听过 当欲望与能力不匹配的时候 往往就会出问题 这几个灰伤的经历 就是在告诉我们 根基不稳 底蕴不够的时候 不要做自己hold不住的事情 因为你说不起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 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 你就是优秀的人 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 你的圈子自然会升华 你自己也自然会升级 切记不要在自己是猫的阶段 就考虑吃斑马的事情 把鱼吃是花样也挺不错的 回归剧情 另一边 杨金水已经看了圣旨 笑盈盈的跟赵真吉客到了几句 赵真吉也是雷厉风行 准备马上就去抓郑和二人 却被杨金水拦了下来 他把郑和二人正在做的事情 告诉了赵真吉 赵真吉不解 为什么一定要卖给这几个灰伤呢 随后杨金水给了赵真吉答案 南直立浙江安徽的丝绸商 大有人在 下退了这些商人 我们还可以找别的商人吗 当然可以找别人 可今天来的这些灰伤 都是湖布汤的通线 之前 我说杨金水的目的很耐人寻味 现在可以聊聊怎么个耐人寻味了 他现在要干成两件事 第一 托胡宗县下水 第二 给家境弄钱 家境现在已经开始为导演做准备了 而胡宗县作为演党的大腿之一 白蛇是要讲方法的 最初家境是想招揽胡宗县的 所以有了胡宗县奉秘址进攻的故事 但是那次与胡宗县的谈话 让家境明白了 严松一天不倒胡宗县就不可能背叛 明白了这点 家境的安排倒也简单粗暴 得不到就毁掉 也就有了这次灰伤被套牢的事情 郑和拉胡宗县下水是因为胡宗县太干净 多拉一个人自己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 而杨金水代表家境默许了郑和的计划 也是因为胡宗县太干净了 导演就要先导胡 而导胡就要有借口 没有借口也要创造借口 而对于沈一时的家产 家境打心眼里就没准备把他充公 因为他需要修仙 需要钱 制造局就是他的小金库 他需要把沈一时的家产留在制造局 继续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抄沈一时的家只是形势所迫 并不代表家境对沈一时 对制造局有什么不满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账要答 国库要添抄 同时我的小金库也不能断供 赵真吉也不傻 听到这就明白了 既然已经确定了要抓郑和二人 在哪抓那就无所谓了 随后派人去纯安建德 叫海瑞王级来配合审案 最后问了杨金水一个问题 至于那些灰伤 是不是还是等我明天跟他们签约为好 先让郑碧昌和茂财跟他们签约 赵大人明天不是更好谈吗 我估计这一刻 孟静兄心里应该正在骂杨金水 这人是真他讲的坏 合作谈得好好的 转眼换了甲方 跟自己签合同的原甲方 居然被抓进了监狱 想想这事都够糟心的 心疼这几个灰伤一小会吧 谈完了合作 郑碧昌和茂财一脸兴奋的回到衙门 没想到等待自己的并不是礼炮 美酒大雌花 而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 外加一份自己的催命圣旨 圣旨中内容的意思也很好理解 就是在告诉他俩 你们拿了家境爸爸的钱 爸爸很不开心 你们要是想活命 就抓紧往外吐 赵真吉随即下了命令 积押后审 临出门之前 郑碧昌还记得威胁杨金水 话里话外就是告诉他 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啊 杨金水也懒得理他 一脸冷漠的说出了两个字 带走 由于浙江官场上的风云突变 胡宗宪调兵完成了换房工作 此时007书办再次登场 他其实是胡宗宪安插在浙江巡抚衙门的眼线 此时已经得知了郑和二人叫徽商来买神石产业 妄图拉胡宗宪下水的事情 所以急切的想见胡宗宪 可惜来晚了一步 胡宗宪现在很忙 此时正在跟赵真吉谈事情 胡宗宪从这次回京建了家境之后 就明白了自己在仕途这条路算是走到尽头了 而浙江的大案对于赵真吉来说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有人说这话胡宗宪说的有点酸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胡宗宪更像是一位前辈 在给赵真吉打预风针 赵真吉的回答也符合他的人设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相比赵真吉 胡宗宪更了解浙江这趟水的浑浊程度 随后嘱咐赵真吉 要快刀斩乱麻式的处理神石的家产 以及官场上的贪磨 此话一出 赵真吉倒是愣了一下 他一直以为胡宗宪是知道自己的亲戚 来收购神石产业的事情 胡宗宪当然不知道了 因为他刚回杭州不说 自己的内线还比赵真吉晚来了一步 此时正在外面候着 一看胡宗宪并不清楚 随即把事情的原委讲给了胡宗宪听 胡宗宪听后大怒 摔了杯子 对他来说 这个境遇实在是太难了 不光要自己做到清廉 身边的人也要清廉 但是很明显 这种理想状态很不现实 别说他这几个外亲了 就连自己的儿子 在后面的剧情里 也是打着自己老爹的旗号 骗吃骗喝 事已至此 胡宗宪给赵真吉分析了形势 想让赵真吉上书 不过赵真吉听到这 倒是多心了 家国不分 是我大明致命之弊 孟静 你是礼学中人 受命于危难之计 这件事 你要给皇上上书 赵真 问一句话 你不要介意 你问吧 你是浙治总督 这些事你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上书 今年你就两次见到皇上 为什么不当面向皇上沉奏呢 赵真吉一听 咱都是狐狸辈的 你今年都见皇上两次了 这话你不跟他说 你让我去说 我看起来傻吗 胡宗宪听完 也明白了赵真吉的意思 也不难理解 家境派赵真吉来浙江 办这么重要的事情 办好了 入阁就指日可待 自己的身份又这么敏感 理论上跟赵真吉 还是政治对手 虽然这么问 有点伤胡宗宪 但是参考赵真吉的人设 和处事之道 能这么问 也算够哥们意思了 不过老胡心里 还是不太舒服 回了一嘴 也解释了自己 不能上书的原因 是怀疑我拿你当枪使 你这样说 那就当我没问 话既然问到这份上了 我回答你 年初改道为丧 我赏没上书 上了书以后结果怎样 你都知道 因为上子皇上 下到朝廷各部 还有你们这些同僚 都把我胡宗宪 当作严格老的人了 有些话 有人能说 有人不能说 这件事 以上书不公也为公 我上书无私也有私 这个道理你自然明白 现在你这样问我 是担心我会牵连你 既然这样 就当二十年 我们从来没有交往过 我那几个同乡 你仍然可以把他们牵扯进去 沈医师的家产 你卖给他们就是了 我赵真记不是这样的人 你要正办 我当然也要正办 可你知道 凡是宫里插了手 怎么办就由不得我们 就拿这几个乡议来说 现在被杨公公叫去了 如果制造局 一定要逼着他们 接受沈医师的家产 牵涉到你就很难分辨 我不分辨 听到这 胡宗宪还是有些失望的 细想 我跟你掏心掏肺的 说了一堆 结果你拿不嫌不淡 明哲保身的说辞给我听 放谁谁也不能舒服了 于是起身离开 临行前跟赵真记说了一段话 大体意思就是告诉赵真记 事你自己看着办吧 前线需要我 把军须给我送到 眼看着胡宗宪负气离开 赵真记叫住了他 如真 如真 别人不知道你胡宗宫负 你我毕竟是二十年的执交 不讲我们的交情 为了国事 为了让你一心在前方平定倭寇 我也会替你送军须 也会替你把这几个同乡解脱回去 制造局一定要把沈医师的作坊 卖给其他商人 除非有名发上誉 或者内阁的吉地 否则 我会上述 我会去争 孟静 我大明朝几千里重 久亦吃净土 支撑大厦 也就靠你们这些理学之臣了 散谋国者如蓬孝仙 浙江的事盘根错节 征壁长河冒财 还有许多官员 背后都牵涉到朝廷 牵涉到宫里 有些事该追 有些事就不能追查到底 该争的争 该忍的就必须得忍 浙江之事就全靠你了 抗窝才是军国大事 西柳营不可无周亚夫 你放心去就是 我知道该怎么做 摆脱了 一所当为 不堂 保重 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 我对赵真吉这个人 有过一次简单的评价和解析 这里对他的性格 我就不多赘述了 对比剧中的海瑞和胡宗宪 赵真吉这个人 确实不太讨喜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个人更像现实中的人 更像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他会把自己的得失放在首位 做所有事情的前提 都是要保证不损害自己的利益 不能说他对胡宗宪 没有真正的友情 他只是不会因为这份友情 毁了自己的前途而已 这段惺惺相惜的剧情 虽然很让人触动 可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的 以赵真吉辜负了胡宗宪的 所托而告终 赵真吉做错了吗 我觉得没有 这个行为看起来 虽然有点不讲究 不地道 不过成年人的世界里 讲究地道又值多少钱呢 所以赵真吉只是个普通人 不好也不坏 好了 本期节目先讲到这里吧 从这期节目开始 大明王朝这部剧的高潮部分 已经开始了 下一期就该讲 海瑞沈海尔兄弟和杨金水装疯了 至于更新时间嘛 咱还是聊点开心的事吧 感谢在我更新时间不稳定的 这段时间里 一如既往支持我的粉丝们 我是哥哥尹 咱们下期见 我订阅你们啊 我认为大家要是 我认为大家继续 我认为大家 好 好